還有嗎 我是童彤康 這個 現在離婚率越來越高了 今天來據統計 國人離婚 婚外情的這個 原因呢 佔三成 但是請注意 婚外情不是只有男生 有的時候是女生 女生敗婚 對 所以說在面對婚外情的時候 人家很痛苦 因為你知道有 這個你知道有一些跡象 但是你沒有辦法證 這個時候呢 這樣委託專業 真心者 他們去抓好我 沒錯 今天邀請到六位真心業者 來分享他們倆高的經驗 還有一位大老婆當事人 以及律師顧問邱靖怡 從不同的觀點 來分析婚姻出現裂痕時 該如何理性處理 面對小三案件崩擊 真心業者會用什麼驚人招數 來蒐證呢 什麼樣的證據 在法律上才是有效罪證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吧 今天有一位女藝人代表 她自認為她很有資格當真心業者 對 我很有資格當 但並不代表我有找過 不是 妳為什麼認為妳很有資格 我很有資格 因為從我跟我老公 一交往的時候 那時候剛交往的時候 她跟她前女友 還糾纏不清 然後那時候她演一出舞台劇 然後那時候她在電台工作 她收到了一束花 然後她就拿回來她就說 這個花我說誰送的 她說沒有啊 就粉絲 她說祝我演出成功 我說什麼粉絲 她說我說卡片呢 她說我已經丟了 因為以往啊 她都會把卡片帶回來 你知道就是譬如說 她以前收到蛋糕 或者是收到什麼 她都會把卡片帶回來 在這邊要給所有男人機會教育 永遠不要做奇怪的事情 沒錯 所以那一次她沒有把卡片帶回來 我就覺得很怪 似有蹊蹺 對 沒錯 然後我就開始懷疑囉 我就從疑點開始找 那一束花我就覺得 裡面既然沒有卡片 但是它有一張貼紙 貼什麼呢 貼紙貼什麼呢 是 連鎖花房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打電話去花房問 我說不好意思喔 請問一下 我有收到一束花 是給侯昌明先生的 那請問一下 因為他不在這裡 那我可以問一下 是誰送的嗎 不然我沒有辦法 收這束花這樣子 好 然後通常業者 都會跟你說 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是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有關係 我知道你不方便 你只要告訴我 他是不是姓陳就可以了 他說 對 沒錯 就是姓陳 就是姓陳嘛 然後我就 而且然後我再問他 因為你光憑一點 你不能認他罪對不對 不能定他罪 我就說 那我可以再請教一下 他是不是住 從板橋那邊送的 他說 第二點又中了 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這束花一定是他送的 不是 然後 然後就從這幾點這樣子 我從此以後 我就把那個女生的地址 電話 全部輸入在我的腦海裡 包括公司 然後他有一次寄信到電台 然後我老公拿回來 我一看到地址 我就知道他是誰了 那後來怎麼跟他攤牌 然後呢 我忍無可忍了 有一次他又打電話給我老公 我直接搶過來接 我說 我說我是他的女朋友 你知道嗎 他說我知道 我說那你知道 為什麼你還要跟他勾勾地 因為我來破壞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 我只是跟他說 我要 我有男朋友了 我可能也要訂婚了 我說 我就這樣跟他講 我說關我什麼事 關我老公什麼事 我就這樣講 然後他就說好 對不起 我說你已經 嚴重地影響到我的家庭了 然後我一直強忍我的眼淚 我掛掉電話之後 我就嚎嚎大哭 因為我就覺得 真的很難過 很受傷 從此之後 我就會開始疑神疑鬼 這個 你這個應該不能講說 你可以當真心業者 你這個是我們男人最怕的 就是什麼呢 女人的第六感 對... 那很奇怪 因為男人喔 只要做個什麼事情 女人就很奇怪 他就不知道是 他是鼻子好還是怎樣 你知道 就... 一聽到欸就... 對 然後男人就開始怕 真的超厲害的 就心虛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沈玉玲 你真的覺得 真心業者都神通廣大嗎 以前我們覺得這種抓猴 其實是氣氛運氣 是 總覺得很難嘛 像你也是過來人啊 什麼過來... 從哪裡過來 我是說 從哪裡 我是說 在偷吃那個過程當中 沒有這件事情 敢偷吃 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嘛 那怎麼可能抓得到 台灣 沒有 男人應該這樣想 男人都認為說 我天一無二 對... 其實我跟你講 天底下最笨的就是男人 台灣喔 台灣有那個八千多家Motel 是... 你從何早起 真的... 那直到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講 他抓猴的故事呢 我才覺得 真心業者真的神通廣大 就沒有 他一直在懷疑他老公 他老公是... 貿易商 那當然在談戀愛的時候 都是獻殷勤啊 然後熱情如火啊 那結婚怎麼不到三年 對 開始就是往回家 然後講神秘電話 其實不外部都這幾個徵兆 就是男人自以為 看人家看不出來 其實都被看出來 對 所以老婆覺得說 不要用第六感來誤賴人 於是他生平第一次委託了 徵信業者 徵信業者把老婆找來 跟他商量 要用最後的搭絕招 因為後來的那個科技很發達嘛 包包裡面取出一個東西 一個像電子產品的東西 你願不願意用 這個就是導航追蹤器 GPS 對 厲害 放在你老公的車子 裡面 裡面或外面都可以 放外面屁啦 車一開不就可以了 沒有...他後來真的放外面 黏住 他不是放在車內 他吸在底盤 老婆半夜 做黑手的 誰會鑽到底盤裡面去 之後 他只上面有那個滑輪而已 他就這樣直接滑他 運動 那過程很複雜 好啦 真可怕 那個老公的行蹤 完全一覽無遺 他有辦法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有辦法在自己房間的電腦 到後來連手機都可以 平板也可以 他有辦法知道 老公出門了 開到桃園了 幹嘛... 一清二楚 有一次他老公就出門了 他就靠著那個追蹤器 開著車 好有意志力 上了高速公路以後 經過桃園 然後新竹 苗栗這樣子 他老公把車子開到哪裡 魚池鄉去了 南投的魚池鄉 他叫中部 就是日月潭 然後就下他日月潭附近的 一間還不錯的這個飯店 然後check it in 住進302號房 那老婆呢 隨後也check it in 住在301號房 就住在隔壁 然後一直想要聽 聽... 聽不出個所以然 可是他自己一直幻想 那裡面一定是打得火熱這樣子 然後經不出那種 憤怒的那種怨念 就破打手機給他老公 老公 你在哪裡 我在哪裡 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今天那個 跟業務主管要開會啊 開會 很好笑 魚池鄉 而且你住某間飯店對不對 對 某間飯店 你怎麼會知道 我不但知道 你是不是住302號房 為什麼你知道我住302號房 然後電話掛斷門打開 衝到隔壁 一直敲 裡面就是門死不打開 一定不開的啊 飯店的管理人員也來了 然後這個老婆說 你趕快幫我叫警察 我要匯同管區警察抓監 然後那個... 那個飯店的人員想說 好吧... 就幫你報警好了 他繼續敲... 敲了五分多鐘 裡面傳來一個 哀怨的女生的聲音 拜託啦 我現在不能開門 你為什麼不能開門 你給我補妝好不好 還要爭取時間補妝 是喔 其實是湮密的證據 對 等到那個警察來了 已經過30分鐘了 門一打開 那個女生穿戴整齊 老公也穿戴整齊 翻垃圾桶 什麼東西也沒有 去打開馬桶 什麼也都沒有 就什麼都沒抓到這樣 他好笨喔 怎麼可能先打電話 通知他老公呢 就沉不住氣 就是啊 所以抓猴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冷靜沉著 對 你越想 急著想要幹嘛的時候 千萬先hold一下 先退一步 然後等一下冷靜 人一衝動 就是全盤都亂了 對 可是這我們剛剛講 就是這個抓猴有很多地方 其實如果沒有處理好 就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修醫師你覺得 就是在抓猴的這個行為上 是 有什麼東西是處於灰色地帶 或者是甚至於很容易觸法 其實像剛才講到說 比如說 比如在人家車子 就是偷裝這個 GPS的追蹤器 老婆裝也不行 當然如果說 比如說如果這個車 是夫妻一起共用的 那可能就沒有問題 那但如果不是的話 這邊就會有一些 對 就會有一些爭議 那另外比如說 常常 那是犯什麼法 犯 法案秘密 對 甚至於我有看過 就是比較離譜的 他就是潛入到這個 他懷疑就是小三的家裡 然後就去裝這個針孔攝影器 那也太可怕了 那第一個 你偷偷跑到人家家裡 這一定不行 然後再來的話 你在人家家裡偷裝這個 針孔攝影器的話 那也絕對是不可疑的 因為你涉及到偷拍 竊聽這種 基本上他一定都是辦法的 那另外比較常見 就是像剛才講到說 因為他非常氣 然後呢就是急著要去抓捷 那很生氣的情況之下 有的時候他很衝動 然後可能看到這個 對 看到小三 就給他一巴掌 那個重情形 對 先抓頭髮 你幹什麼罪 對 那這時候 就有可能人家還告你說 什麼傷害啊等等 現在妨礙家庭的罪名是什麼 妨礙家庭的話 就是239條的這個通奸罪 那會判幾年 他其實是很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幾個月而已 一般都罰錢了 通常他就是醫科法經 你說要真的抓去關的我想 你如果... 那個境遇太丟臉了 不行... 你怎麼進來 台灣如果這種罪要... 要徒刑的話 要關進監獄的話 那監獄蓋一千座都不夠用 真的 對 那我們就要請到一位廖小姐 廖小姐就是苦主 廖小姐就是說 你前夫多次的外遇 對 幾次大概 三次 妳為什麼不第一次就給他好看 為什麼要忍到第三次 為了家庭 對 因為那已經生了四個小孩子 為了小孩子 對 三次都是同一個人嗎 不同 就是不同 對 就是不同 厲害 就抓到... 這個抓到 好 那... 那換一個 而且在那個年代 女生如果說 沒有一個經濟基礎的話 萬一一離婚真的是 很可憐 對 那之前就是我前夫 在我們家做餅乾 那我媽媽就看到他 就長得很好看 又看起來說很可愛 就是跟他說 你當兵退我回來 我女兒就嫁給你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十六歲 他十七歲 那等於就是千金 嫁給自己家的員工 又是我媽媽介紹的 我媽媽很喜歡他 對 那後來我就懷孕了 沒辦法就跟他結婚這樣子 到差不多二十一歲 他要去當兵了 那時候我已經生完第三個了 你們趕時間嗎 好快喔 媽 想到說 很年輕 三十歲 本來也沒什麼事 每天都坐 就是夏天去而已這樣子 等於就是三年生三個 一年一個 十六歲就懷孕了 對 到他二十一歲的時候 就去當兵了 那當兵不多久 我又回來了第四胎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就一直寫信 叫他說 我要生了 你要回來 可是他就一直沒有回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最真情的呼喚 卻挽不回那顆出軌的心 最沉重的話題 廣告後真情流露 最扯的八點檔戲碼 真實上演 抓了一個很漂亮的抓肩在頭 兩人全身放溜溜 男方當事人忽然很大聲地說 他有什麼資格跟我談 他上個月 突然看到那個男性客戶說 然後我們就發現 這是一個 抓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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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就一直寫信叫他說 我要生了 你要回來 可是他就一直沒有回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生完以後坐完月子 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跑去找他 跑到監獄裡面去找他 結果去那邊才知道說 他對同袍 他裡面的同袍 還有他附近的住家商店 都跟人家說他沒有結婚 也沒有女朋友 單身 對 結果沒有多久就有一個女的 上我們家來 上我家來 來了 要找他 就是要找他 剛好我媽 我媽就已經有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媽常常往我們那邊 跑就對了 結果那個女的那一天去我家 我媽看到 就把他打了 打跑他了 對 就這樣子打跑他 那後來到退伍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沒有回來 然後就是有一次 有人看到 就叔叔 嬸嬸 就是有人看到說 他帶個女孩子上旅社去 開房間 叔叔看到 對 所以我忍 我氣不過了 其實第二次我氣不過 我就通知里長 我帶警察我就去 抓 去抓 對 然後他開門 他們真的衣衫都不整 對 那 警察就把他拍完照 照完 就帶他們 帶他們兩個回那個警察局去 對 帶他們警察局去 那我公婆 就說 老公是你自己的 回來團員 就是回來團員這樣子 你 叫我不要告我老公 他說你要告 就告那個女的就好了 反正就勸和不勸你了 對 而且我也講 講男弟弟也是 為他自己想一直想 對 那他兒子嘛 那我回去想了兩天 我就說 那好 我兩個都撤銷那個告訴這樣子 我想說 可能因為這樣子 我能挽回我心 感動他 挽回他的心 看能不能他變好了 是 結果 結果他 有回來 就在家裡 待一陣子後 他又說 我想去台南那邊 學那個黑手 就是他當兵的地方 我想 笨笨的說 好 那你去 奇怪 沒有多久 還是都沒有消息 沒有回來 又不回來 對 那我又去 你看他很好騙 我就笨笨的 然後呢 又去找他 結果 去到那邊才知道 他去那裡工作 又給那個機車店的老闆騙說 他也沒有結婚 又單身了 也沒有... 整個人很想單身 然後又住在外面 又跟一個女孩子同居 又來了 對 結果沒有多久 那個女的又懷孕了 這女氣死 對 那女的朋友 又來我家 那我公婆 我公婆就拿了十五萬 打發她 我很氣不過 我說 我心裡在想說 我弟弟生了四個小孩子 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公婆還拿十五萬給那個女的 對啊 生了四個 我沒有拿到 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這個講起來 就是公婆有的時候 當然也有好的公婆 會幫妳想 但是多半會為自己的小孩 畢竟是他兒子 那妳第三次決定 對 那我就是回我娘家 我想一個禮拜 我就提出離婚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男人 不要因為一時好玩 去玩這些事情 你知道造成這個 其他人的傷害有多大 好不好 那個... 小瑞姐 小瑞姐 剛剛我們講到 好像有的時候那個 大老婆可能就是 一個心急了 或是脾氣來了 他們就要做一些 不可理智的事情 那妳們怎麼控制 很難控制吧 應該... 我們都會三四個人進去 可是... 來進去先把大老婆壓力上 跟我小三每次到老婆 反而脊椎受傷 那是抓捷之前 我就都會先跟他講了 你一定要冷靜 你不能動手 因為你... 你動手的話 你就是理虧 人家又抓到一個理由 可以回來告你 對 所以就一定要叫他冷靜 可是... 進去都還是會抓工啊 是 有一些就看到小三 就過去抓人家頭髮 女生都是... 那抓工怎麼辦 要制服啊 我們抓他身體 就他手高 沒抓到 他看到燈架 就砸起來 就砸人家 然後他有一陣混亂 他就... 譬如說廚房那邊 這樣我不注意抓去... 跑去廚房 然後抓... 可是... 很奇怪喔 這種大老婆 他都會先打小三 他不會先打他老公 不會啊 對不對 因為他有多多少少 如果要抓 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要挽回嘛 一個要錢嘛 對不對 那小雪就是... 那小三也有瘋狂的反應嗎 有時候 我們曾經有個案例就是 我們接到南方委託說 他已經跟小三分乾淨了 他自以為已經分乾淨了 但不是這樣 男生就算搬了家 換了手機 然後都會隔天就會看到 女生的來電跟出現在他旁邊 他是女鬼 好可怕喔 超可怕 比真心一點還是這樣 這個不是偷情 這是卡到陰吧 對 然後南方委託人 就有點不慎其勞 就說已經影響到他日常生活了 因為他已經跟老婆懺悔說 要重新過生活 重新過生活 對... 然後就請我們幫忙 處理掉這個女生 反過來 那是老公還滿有悔過之心的喔 對... 可是怎麼處理掉 可是你想想看 這個小三會做這種事情 可見得他跟他在一起 壓力有多大 對 他寧可趕快閃了 對 他會回到大老婆 對 這剛好是一個太好理由 呵呵 來喔 OK了喔 可是小三不甘心 我跟你講女人喔 男人女人都一樣 在感情上一旦不甘心 這個事就沒完沒了 對 因為付出的比較多嘛 誰願意被那個 對 對 這種不甘心這種事情呢 對啊 小君 OK啦 還有委託的人 他來委託你們 但他不跟你講實話 對 就是我們之前有個客戶啊 是男性客戶 他打來委託我們的時候呢 他其實不是當事人 他說他要替他的女性友人 委託我們調查他老公外遇的事情 然後從簽約到付款 到後面我們調查的一些事項 我們都是直接 都是直接回報給這個男性客戶 再由他去轉達給女方當事人這樣 女生一直都沒有出現喔 然後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畢竟是當事人 我們直接跟你溝通跟你商量 不是比較快 後來我們根據在長一段時間 調查發現女方當事人 已經不跟他老公住在一起了 所以他老公就很光憑正大 就老婆不在嘛 他就把小三帶回家過夜這樣 那有猜疑嗎 應該是開心 可是就是 有在經過女方當事人的同意 就是在他們的住宅 裝一些收證器材 可是很奇怪的是我們以為 我們要進去住宅的時候 會看到女方當事人嗎 因為畢竟是他的家 結果竟然是男性客戶 拿著鑰匙說你們進去裝吧 然後我們想說你們關係到底 就是其實我們有點懷疑說 你這個男性客戶跟女性 對 你到底是誰啊 對 你到底是誰啊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動作 可是我們想說算了 就是要抓你老公就 可能是你知道嗎 女生總會有 好 就是像男生會有姐妹濤 那女生也可以有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男性友人 我們想說他們可能就是那一層關係 好 那 終於有一天呢 就準備好了要抓姦了 那也會從警方到場 然後抓了一個很漂亮的抓姦在床 兩人全身棒溜溜 躺在床上 然後男性當事人呢 看到我們的時候還一臉很淡定 我們想說他是不是之前被抓過 你知道嗎 有經驗了啦 對啊 沒有那種很精華的表情 就是感覺好像 就是這樣嘛 就會進來就 沒有 因為通常很多被抓捷的男生 先幫我到陽台 幫我收幾件衣服進來 因為通常很多被抓捷的對象 他們其實是很慌張的 反應是慌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防備的情況下 可是男藩幾乎是非常的淡定 而且他還很光溜溜的站起來說 沒有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就光溜溜 好啦 那我們後續會從警方 就是警方一定是請到警局去做筆錄幹嘛 那我們就準備好說 我們要跟你協談 就是 可能跟你商量一些孩子 就是離婚事項嘛 比如說 孩子的監護權或是散養費等等之類 你知道嗎 男方當事人忽然很大聲的說 不好意思 玉琳哥學不像你 對不起 我甚至 我甚至不知道你在學我 對啊 他還說 你要配合那個 不行 那我們可能沒辦法 他說 他有什麼資格跟我談 他上個月才被我抓到 跟男人在外面 在外面女館開房間 我們當下傻眼 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 女方當事人有被抓捷 他們完全沒有跟我們說 你知道嗎 然後他站起來很生氣的時候 忽然婉婉一看 因為那個我們男性客戶陪同他 女方當事人就是他的太太 一起到警局 忽然看到那個男性客戶就說 然後我們就發現 這是一個老婆協同小王 對 抓 老公跟小三互抓的戲 誰 然後當場就翻臉了 老公當場什麼話都不講 那小王要委託你們 應該也就是要跟他抗衡 因為他被抓過 對 我覺得應該是老婆要報仇吧 不是小王要報仇吧 他拿不到錢 對啊 小王 你看金額都是小王在付的 他有在付那個 我覺得應該是老婆要報仇吧 對啊 然後忽然就一陣尷尬 因為老公就講了一句 你要告就告吧 然後他們就互告了 這接下來就是律師的業務犯 對 律師請問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要證明說 有沒有婚外情 一定要這麼難看 看到人兩個人在床上 亂弄去才行嗎 因為就是老通姦的定義 就是說他 有姦才通 對 要有姦的這個行為 對 而且很嚴格 他們不是說一定要那個性器官 一定要進去才算 在外面都還不算 在外面都還不算 就是我們講說叫做性器結合 這樣子 這怎麼會看得到 怎麼可能 你講得好像是一個機器人 我們現在進行 性器結合 我們在法律上面的一個用語 因為你不結合 你沒辦法證明說 他們真的有發生那件事 那太難了 但問題是說 你要抓到怎麼可能 但是如果是衛生紙 裡面有經驗或什麼 對 所以這時候就是 因為你沒有 你可能沒有辦法抓到那個 當下正在結合的那一刻 對 那你只好透過一些 其他的 對 其他的證據 然後呢 就是整個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去說服檢察官 或者是去說服法官說 他確實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比如說剛才提到 這個衛生紙上面有 而且現在比較好證明 因為現在有DNA 它可以測 兩個人DNA就會在上面 對 那你那個衛生紙 我也曾經聽過 有人在法院上也是自己便捷 是你聽過還是自己 我聽過... 那個出示那一款衛生紙的證據 那男生就冷笑 是不行是不是 我就比較衝動啊 我看到那個女生 我好喜歡她 我就忍不住啊 那個自己就出來了 這樣子不行是不是 他也是當便捷啊 對啊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它有很多 很多離譜的這個說法 這個就是灌飯 灌飯 我在教大家說 有人會這樣來自己脫罪 人真的在請擠了的時候 比如說他有什麼 兩個人脫光光被抓到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對 因為我們去... 很厲害 因為我們去上那個課 然後所以要互相練習 人家練那個九陰 九陰真金的時候 也是要這樣啊 雙修 對 雙修 然後或者說 可能拍到什麼女方 在幫男方脫褲子 然後結果男方就說 沒有 我是要幫... 請他幫我看看 我的褲子是不是太緊了 沒有 反正很扯的啦 好扯喔 不能掰喔 對 所以 那就變成 那當然這種大家聽到 都會覺得說很荒謬 那可是你就看說 你遇到的檢察官 或你遇到的法官 他心證上面 他是比較嚴格的標準 還是他是比較寬鬆的標準 好 小雪 在哪裡 這裡 在哪裡 小雪 老婆的外遇 不一定是男的 厲害 這個麻煩 湯伯 就是曾經有一次 就是男生委託人 然後拿著老婆的照片來 拜託我們就是 尋找老婆的蹤跡 然後我們就 憑著老婆的照片 去尋找老婆本人 然後就一看發現 怎麼跟照片上 完全不一樣 老婆那時候 已經剪了一個完全超級短 就是背影看完全 就是個男人的髮型 對 然後跟肩了一個月吧 然後這段期間裡面發現 老婆完全沒有跟任何異性來往的痕跡 然後都是跟同性友人 然後出遊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就覺得很疑惑 就跑去問老公 就說 這個就是 你老婆很正常 目前都是跟同性友人出遊 對 就應該是沒有關係 然後老公這時候 還跟我們講說 當初他跟他老婆認識的時候 老婆是雙性戀者 然後我覺得說因為愛 然後所以想說老婆結婚之後 然後性向可能會改變 其實我沒想到老公好像結婚之後 工作太忙 沒有管到老婆這邊 然後老婆想要從 另外一部 對 Jose 當事人老公外居 不只一個 曾經有過的讓我印象滿深刻 就是 老婆來委託我們 就調查他老公 因為老公很久不碰他了 然後在家也就是完全都 不理自己的小孩 那因為這個老公 他本身的身分是工廠的大老闆 所以他有自己的工廠宿舍 就是公寮 那我們一開始跟的時候 也是就是完全沒有拍到 就是有 任何跡象 對 有任何女性進出的痕跡 可是我們每天晚上 我們都會看到就是有 三三兩兩的就是那種外勞 工人進入這個公寮去 但是後來我們 在公寮內裝了就是針口攝影機 之後後來發現就是 老公其實每天都和這些工人 就是玩三批 就是這些 紅姓 對 男工人 工人 男工人就是外勞 自己公司的外勞 那是做國王 就是其實老公很早就發現 自己性向已經改變了 可是他沒有跟老婆提這件事 然後一直到我們去抓包 而且還外勞喔 對 對 就當時的狀況 就是太超乎我們意料之外了 好 這就很重要 律師 是 同性之間構成的 這樣可以妨礙家庭 這個就跟我們剛才講到有關 因為通姦 又要講語言 就是性器的結合 那所以如果是同性的的話 概念上面其實是不可能 那他們也是結合的 這樣子不構成嗎 它不是性器之間的結合 如果是這種 那這種也是常常出現 對 他就說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真正發生那個 性器結合那一種的 是 我是口交的這種情形 那這種情形的話 他也不能夠該當於我們講的 那個通姦的 那就無罪嘛 那我們講說這個就不構成嘛 那就不構成妨礙家庭 對 這樣就不構成通姦 對 那但是 他這可能是一個謊話 對 因為無罪釋放 兩個人走出來 在大廳就 太猛了 因為可能他會變成是 離婚的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一直有那個 單位一直在推行什麼 通姦除罪話 因為這個在台灣 每個法官判定的標準 都不一樣 還有一點 你把這種私人的感情的事情 用法律來約定 其實在先進國家 都已經廢除了 是... 對 只有台灣還有這種落後的法律 對 是不是很難評判啦 那但是 沒有啦 就是各國的那個 這個 我們大法官講說 對 這是各國風土民情不同 因為感情你情我願嘛 你不愛就愛... 你是最近快要被抓了是不是 不是 我是 他跟外的... 他跟外的 他為自己變成什麼嗎 沒有啦 我是依法論法 難怪你最近很喜歡提小吃店 沒有啦 沒有啦 我是依法論法 對啊 JAMMY 就是去有時候 經常抓監都在旅館 或者是Motel這種 那他們業者會幫忙 防範你們進去抓監 像永和有一家 就是知名的旅館業者 是 懂了 知道了 這一講就知道哪一家 趙哥常去 然後呢 他什麼防範 他們老闆算一個立委 然後 像他們旅館門口 就會有那種GPS的 信號干擾系統 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我們 有一個被查人 就是去那間旅館 然後每次測開到永和的時候 就會斷訊 但是反而這樣子 就是欲蓋彌彰 對 一斷訊就知道 他那裡開永和 對 就是除了這樣之外 他們旅館業者還會 旅館業者還有什麼樣貼心舉動 牧房真心業者呢 抓奸抓到自己良心過不去 轉紅綠燈的時候 我躲在桌子後面 我過紅綠燈 他馬路走到一半 他回過頭來跟我講話 我會說喔 那就一路上跟他聊 我問他等一下要去哪 然後就傳簡訊給其他工作總辦 然後就這樣我們在這邊等 對... 好賊喔 他一路上他會覺得還是台灣好 他會覺得我們台灣好親切 他真的有不敢進去 我的嗎 開到永和的時候 就會斷訊 是 但是反而這樣子就是欲蓋彌彰 對... 一段訊就知道 他那裡開永和 他就在永和 對... 就是除了這樣之外 他們旅館業者還會 就是精心的安排 就是房間 像比如說 第一間 第一台車進去 他們一共旅館有兩層樓 第一間可能... 第一台車可能進去 它分配在那個... 二樓 對 二樓 然後... 第二台車進去 第二台就反而就是 被安排在地下室 會把它支開 對...這樣就可以防範 被跟間的狀況 所以如果我們 我們就算知道 是哪間旅館 也不一定 就能確診說訪好 好 那小C啊 就是跟間嘛 跟間其實也不簡單啦 說真的 有沒有遇到那種高手 有 有喔 對啊 就是 我們之前有 接到一個案例 就是... 他是一個... 就是我們跟的對象 他是一個... 在航空業的一個高階主管 那是他太太打電話進來 他就覺得他先生很奇怪 對 那... 我們開始去跟一兩個禮拜 就很正常 因為他就每天上班 下班 下班就回家了 都沒有出去 我們就跟他太太說 他應該沒有吧 因為他都很正常 因為他紀錄都是... 都是正常的啊 對 那後來 我們才發現原來 就是他先生 買了第二台車 但是他這台車就是比較... 比較落差 就是... 比較不起眼 所以... 他每次去跟小三約會的時候 就開這台 對 就開這台車 換車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 奇怪 他都很正常 那後來就是 我們就發現嘛 就...就陸續跟 那... 跟一跟發現 他要嘛就是去女方家炒飯 要嘛就是 換很多很多的旅館 所以就是他很聰明 因為... 他沒有一個模式 對 他沒有一個固定的 而且他去旅館的時候啊 他會... 可能他開三個小時 那後面他可能加... 加到六七個小時 不然就是開三個小時 進去一個小時就出來了 對啊 所以他... 那妳沒有時間 對 就很難抓 而且航空業者對不對 好厲害耶 開玩笑 走到屋頂上 我上直直機還跟你們這樣 我飛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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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飛走起來 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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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啊 爬... 真的有病啊你 好 剛剛妳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辦事的速度太快 你們來不及收證 甚至於來不及找人來抓間 多快 最快有看過15秒了 怎麼可能 這種人還有人要外遇 他是一塊青蛙嗎 他還願意你 那個世界太不公平了 他是怎麼樣這樣 你來啦 我會想... 好... 再見 對啊 他二位 對 奇怪 我們發現你老公都沒怎樣 可是他經常性的抖動 青蛙 青蛙 你好 謝謝... 有兩個 一個是15秒 一個是一兩分鐘 15秒那個是一個神棍 長得跟豬一樣 然後他... 他就是真的是用宗教那種立場 去誘拐人家老婆 然後我跟他 是 那個也沒辦法抓 最後是 也是裝東西拍那個 拍到那個 對 結合 那那個兩三分鐘呢 他們是不去... 不去女生家裡 也不會盪開 不用去啊 也不會去開汽車旅館 然後就很小氣啊 他們都車鎮 然後車鎮都是... 當然 對啊 過時候 一兩三個小時幹什麼 只兩分鐘而已 車鎮都開到很隱密的地方 而且光線又暗 然後那種地方你 真的攝影機不好拍 很難收證 對啊 拍不到 然後... 然後我們這樣跟委託人講 其實有時候也很難交代 對啊 所以就一直慢慢... 辦了八個月吧 辦到虧錢 還是繼續辦 然後是後來剛好遇到情人節 遇到他們去汽車旅館 終於 等到這一天 然後一進去就是... 情人節是該花點錢的 慶祝 浪漫一下 對... 我跟趙哥想法是 那個小三兩三分鐘他也要 對啊 就很瞎 可是我很難接受很奇怪耶 我們沒有跟你談 這一方面的事好不好 你冷氣 真的 真的 小君 有時候處理案子 是要類似像特種部隊一樣 對啊 我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案子是 先生懷疑老婆有外遇 那的確就委託我們去調查 的確老婆也有外遇 然後他們因為住得很近 然後可能周圍的鄰居都會認識 所以他們約會的地點 都是在小王的家 我們就跟先生講好說 我們想要了解他們 他們在屋內的情況 對啊 然後就趁他們好不容易 就是窩空出去 我們就進去小王的家 裝一些收證器材這樣子 那可是因為 有一位新手調查員 可能過於緊張吧 他把監聽器黏在椅子下面 可是沒有黏好 我覺得可能 一不小心 對 可能人家動作一大 可能就掉下來 然後小王發現 我家怎麼會有那麼奇怪的東西 他剛開始懷疑是女方裝的 他很生氣 馬上就打電話去跟女方吵架 幹嘛幹嘛 結果他們兩個一對子之後發現 不是你裝的 也不是我裝的 他們就發現有問題 有警覺發現好像有人要來 就是處理他們這樣子 然後當下喔 當天就把門鎖給換喔 我們就有聽到他們說 那我們還是搬家好了 搬家我們比較安全 那你跟我遠走高飛吧這樣子 那女方當然也很願意這樣 然後當天呢 又就是有另外一組 調查員發現 他們好像有 要炒飯的那個準備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啊 機不可思 可是門又進不去 然後有一位調查員很激緊喔 他去觀察的環境 發現一件事情 小王家的陽台 門沒有鎖 那我們也就有三位 很英勇的調查員男生呢 當下決定 把當兵那一套拿來用 就去小北百貨買了麻繩 捆在自己的腰上 然後因為頂樓 不是有一些大柱子嗎 他們就把另外一端 捆在柱子上面 他們就這樣空降 到小王的陽台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很擔心 會被發生 因為會有聲響 可是呢 另外一組調查員 其實就是已經聽到 女生叫床的聲音非常的大聲 哇塞 大成這樣 我們在門外就已經聽到 女生就是那個聲響已經 已經變動力了 對 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很小心 所以聲音 如果有聲音聲音也很小 那我們就從陽台進去開門 然後呢更好玩的地方是 我們衝進去 因為他們在房間裡面 我們衝進去 他們完全 他們還在動作中喔 他們還在進行中喔 被我們嚇了一大跳 他們就 啊 趙小的 抓著喔 抓著喔 然後我們就很淡量要說 我們不是來抓著 我們是來抓狗 抓狗 把事情弄完喔 你們就繼續 可是他們整個一整個嚇到 因為 如果沒有當下處理搬走 就沒辦法 就完蛋 是 傑銘妳抓過通姦男女 兩次啊 同一隊兩次喔 現在有個案子 它是 當事人可能因為壓力過大 之類的問題 然後床室就比較不行 然後後來她太太 就幾乎完全不跟自己 就是 有親密接觸 然後就會懷疑她外遇 後來就是經過我們調查之後 就發現原來太太是跟她 自己的烹飪老師 然後就常常去外面開房間 是 烹飪老師 而且那個烹飪老師 那個廚師其實還滿有名的 他之前 以前出過幾本書 然後還有上過那個 節目對不對 呼之欲出 我跟你說 你好 好白的 但是真的不能過 是喔 然後 後來有當作 就被我們抓肩在床 然後就賠償了 就是一大筆精神賠償這樣子 可是過沒多久 他太太就突然離家失蹤了 那個廚師好像也因為 就是不想要付那筆賠償金 也跑 然後也跑 後來我們就再替當事人 就是再找了他們一次 結果發現他們在 新竹的一家汽車旅館 然後就再被我們抓了一次 同一批人馬 然後那時候他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表情還滿驚甜 就 怎麼就是你們的感覺 那場交換名片 做個朋友 你好 就是你 後來就是最後一次 我們當事人就 不要再 就決定不要再心軟了 然後就直接提告 讓他們被關了七個月 這件新聞 那新聞之前有報 這樣子 那可是為什麼 七個月真的要關 就不能一顆法治 要五六個月出來 六個月以下 那請問一下那個 為什麼有些人講 二次通姦比較有的時候高不成 法律上面因為有個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事前有縱容 或者是事後又輸 就是你原諒他了的話 那你的這一個 等於說你的告訴權 就是會消滅這樣 那但是這個 當然他不是說 他就好像得到一個 什麼一輩子的豁免 豁免權或是通行證 這種倒是沒有這樣子 那所以說 如果他後來就是 又再發生了的話 那這部分他可能還是 就是可以就是再去 就是說他不同的行為 這樣 再追溯 好 還有一種是現實委託 是不是 現實委託 就是要你現實 現實要破案 委託人是一個香港人 那他太太是從台灣嫁過去 然後他就覺得他太太怪怪的 然後有一次他 他委託人找我們 他說他太太 這段時間會來台灣三天 那他這三天 會去找小王約會什麼 他希望我們在三天之內 就把事情全部處理好 所以就是 那被查 他老婆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是 他去哪裡我們就跟到哪 五台車 兩個人 兩台摩托車 十幾個人在頂他 搞得像巨星一樣 特勤 特勤部隊 劉德華來都沒有這樣 他平常不在台灣 你不知道他回來台灣他是 他坐計程車啊 或是有人載他 他騎摩托車 搞清楚 所以你一定要每一個方式都去試 你不能漏掉 只有三天的時間 是 對 後來 後來是我走路跟他 然後他吃完飯出來 我就跟著跟 結果等紅綠燈的時候 我躲在柱子後面 過紅綠燈 他馬路走到一半 然後回過頭來跟我講話 被跟蹤的事主 竟然轉頭說話 跟蹤就因此失敗了嗎 更多真心秘密 我們馬上回來 來 後來 後來是我走路跟他 然後他吃完飯出來 我就跟著跟跟 結果等紅綠燈的時候 我躲在柱子後面 過紅綠燈 他馬路走到一半 他回過頭來跟我講話 講什麼 他真的講話 妳說話 妳跟了我很久 好笑 妳當時很... 好心虛 小姐 我跟妳問路 妳為什麼一頭汗 沒有啊 流冷汗 可以不要問我嗎 然後講英文嗎 還怎麼... 那個人太久沒回台灣了 然後問我捷運站在哪 我就說 我剛好也要去那邊 我帶你去 那就一路上跟他聊 問他等一下要去哪 然後就傳簡訊給其他工作同伴 然後就叫他們在那邊等 逃賊喔 對啊 這樣記就記這樣 所以... 最後有抓到嗎 對啊 可是他... 他一路上 他會覺得還是台灣好 他會覺得我們台灣好親切 你看每個路人家都會帶我去 你知道嗎 然後... 以後溫柔 你要帶我去我就揍你 後來抓盡我不敢進去 好不好 對 那太尷尬了 你... 我跟你溫柔 你幫我這樣子 你要不要 我還說台灣好 好啦 這個... 真心業者 大概其實有時候 不能把真心業者往壞處想 為什麼呢 是因為就是有這種事情發生 才會需要這個行業對不對 對 那另外一種想法 其實你們是在做善事 對不對 第一個要不然就是把這個 不開心的家庭趕快就算了 結束掉 甚至於把一個快要破裂的家庭 又讓他回到原來的位置 對 這是好的 但是就是說也... 也沒這麼好講 就不要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有什麼好怕的 對 而且我剛剛一開始就講過 就是這個事情 造成對方的傷害 甚至於對著下一代的傷害 對 老一輩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那就很痛苦 真的 玉琳哥聽到了沒有 沒有啦 所以還要呼籲大家 一夫不是二夫 一夫也不是二夫 對 讓我們共免之 對 好 今天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